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哈喽我是心结 过去一年呢 我们这节目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是着重在台股 那近期也谈了很多的热门产业啊 像电动车啊 第三代半导体啊 星链啊这些族群之后呢 我们团队就有个感觉 我想应该很多投资人都已经发现了 就是这些热门族群 真正含金量高的企业 其实都还是落在美股啊 那台股大多是代工厂啊 或是沾到一些边边角角 那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喜欢看美股 还是喜欢看台股 这两边呢 这是一定要互相搭配的 所以我们节目也在渐进式的转型哦 开始偶发的要提供大家一些美股的资讯 那老实说我们也还在找方向 然后如果听众对美股有想听的内容 或有些想法 任何的建议 都欢迎跟我们分享 基于我们团队是美股新手 所以我们今天呢 第一集的美股节目要来找来真正的美股专家 先欢迎网路知名的美股大叔Berry 哈喽大家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Berry Berry很常上那个广播节目 所以等一下他表现可能会比我还好 我有点怕 Berry还有自己的粉丝团啊 就是金融大叔Berry543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在看 那他也是一些财经节目的红人 然后对美股尤其总经面 他熟悉度非常的高 那我要先说明一下 就是Berry他录音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今天录音是礼拜三 11月10号 那播出时间会是11月16 所以等一下内容可能会有些时间差 大家要多体谅 那Berry这次要跟大家要来聊的 应该就是说美股这段时间不断的创新高 那也联动台股这两周非常的强 后面美股的短线长线投资心法是什么 那还有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这些 升息啊通膨啊这样的议题 哪些族群是有机会在这样的状况下 还激出大行情的 嗯 那再来就是Berry他有说他会不藏私 所有的投资心法 对 都要大公开 是没错没错 好这次要那个掏心掏肺 当然 那我先问就是四大 连国四大指数这两周就一直在创新高 跟破新高之下 这个行情就这样无止无尽了吗 你怎么看这个走势 当然从10月中旬到现在为止 表现是非常的强劲 然后连续创新高 但短线上应该稍有回档 或是稍稍的停滞 他的走势是不令人意外 重点还是到年底前怎么看 第一个当然就过往经验来看的话 就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通常是美股行情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 第一个当然反映的是年底的消费旺季 那美国七成的GDP来自于消费贡献 所以很正常就是如果是消费的意愿很强 或是说年底消费的旺季需求很强劲的话 当然会触动股市的上涨 是一个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今年以来其实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 有大概85%甚至更高水准的主动型的基金表现不如大盘 那年底到了那这些经理人也有做多股市的压力 必须要追一下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进入十月之后 的确美股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强劲 那在这种所谓的window dressing 就是绩效的创世效应之下的话 很正常就是到年底之前 其实经理人就必须会是偏多操作 或是更积极的操作 那这对短线的股市是有利的 那当然这是很短线 就从现在十一月初看到十二月底 大致的一个可能脉络 所以震荡的时候我们就是勇敢的买下去 不要发生一些大事 好大家都听清楚了 震荡拉回就是买店 这样台股好像照着做也是可以有一点期待 那这波美股多头的热情 因为我们刚刚看很短嘛 只到十二月底 那如果我们拉长看到明年 我们要怎么看 看到明年的话 就大格级来说的话 就基本面大概会呈现两个 比较关键的环境 或是比较关键的变化 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 毫无疑问的成长的动能会放缓 那这是基本上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今年是一个低机析效应 对高成长 相对起来就是一个高成长 那明年因为今年的机器电高了 所以你要再呈现一种爆炸性的生长 而是难度比较高 所以成长相对起来放缓 这是可以被预期 第二个就是高通膨环境 有可能延续到明年年中 甚至更久的时间 那通膨这个是很大的 通膨会是一个关键的话题 也是一个影响 明年盘斥应该是最重要的关键 减准会到目前为止 归咎于一些短期的因素 包含像是供应链的短缺 包含像是疫情之后 解封之后需求快速的回容 观察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到了明年的年中 就是中间的中 这些通膨的数据 有没有随着时间的地延而往下降 那降也不是说从现在的5降到4 市场就会变得比较的宽心 那可能要降得更低 因为年准会 正常要2、3% 长期的通膨目标是2% 那去年年准会有提到 就是说他们可以容许 通膨膨胀高于2%一段的时间 但他们心中 可以被容许的最大值 应该会是2.5% 那所以即使是降到3.5到4好了 其实也是离年准会的一个目标值 目标区间蛮遥远的 所以假设到明年的年中 中间的中 还是维持在3.5到4% 这样的一个通膨水准的话 那年准会势必要去做 更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 就是升息 就是升息了 有一些年准的官员 他主张明年可能要升息两次 Berry的意思就是说 明年在通膨的阴霾之下 升息会是大家一直觉得 隐隐存在的一个困扰 所以这样明年整个美股 可能一整年拉长来看 不会像今年是这样大堕头的容景 是 比较有可能的情境应该 因为明年还是一个扩张年 虽然说扩张的力道减缓 但它还是在扩张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 应该会是一个震荡年 就是相对在高档 做比较大幅度的震荡 那可能就是 指数也许还有高点可期 但是下跌的频率 或是下跌的深度 都有可能比今年来的生活是更频繁 那这是投资人在看待明年的时候 必须要去做好的经济准备 会是一个反转年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 不会是个反转年 毕竟还在扩张 那通常美股的反转 真正的发生 是发生在进入 所谓的经济衰退 那明年看起来的话 还是一个经济扩张年 那只是扩张的速度变换 然后再加上有通膨的压力 所以明年的观察重点就是通膨会升级 然后大概是个震荡年的趋势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到底要投什么 震荡年就很难啦 你看反转年我就放空 然后对不对 大多头我就是买进就对了 震荡年是最难的了 震荡年就必须选择更 在选股方面就必须要更谨慎 就毕竟它不会是一个鱼路均沾的一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概就是第一个你要寻找 符合当下趋势的投资工具 或者是用更有效率的投资策略去做投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投资策略是可以跟大家参考 那毕竟大家还是希望寻找一些成长的题材 成长的题材 但成长股又往往太贵 对 本益比太高 或者是它所享有的本益比 超越了它目前或是未来一两年 可以被预见的一个 获利的支撑 所以就等于是超涨了 所以有一个策略叫做 Growth at reasonable price 就是说价格相对合理的成长股策略 价格相对合理的成长股 就是大家都想找的 对对对对 那当然要找这种 就是你要一档一档做功课的话 就非常的累 就非常非常难 非常累 那刚好就有一类的 Smart Beta ETF 就是做所谓的股价相对合理的成长股 那这个ETF太方便了 这个ETF真的很方便 那当中最有名或是最大的 它的股票代理是SPGP SPGP 大家要笔记下来 那今年以来的表现 大概是三成以上 那今年SFP500 它是24% 也就是说这个股价相对合理的成长股 今年看起来的表现是比大盘来得更好 那其实如果看更长 不管就一年三年五年 实际上这个策略都是打败大盘 那里面可以拆解一下 这个档ETF持股有哪些呢 其实它的持股算相对分散 但也有不乏有一些 大家比较知名的一些标的物 例如像是第三大持股的话就Adobe 所以它是一个一直在评价都相对合理的股票 就是说它是高成长没有错 成长动能也很快 但相对起来的话 它还算合理 并没有太偏离它的基本面太多 像第五大的话就是以前叫脸书 现在叫Meta Meta 对 Meta也一直都算是一个合理的 它应该还是会去调整它的持股 会调整它的持股 但它可能觉得脸书在前一段时间 是一个评价合理的 所以它把它纳入它的持股里 或者说它未来的成长的 可以被期待性比较高 那可以支撑它当下的比较高的本益比 所以基本上它是用两个面向去看 做选股 那当然它是有追踪指数 那所以说这指数的成分也会不断的调整 调整之后ETF也会跟着做调整 那它现在最大的持股呢 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 叫做Botinet Foti.net N-E-T 那它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 那第二大的持股是一个电子商务 那它叫STSY 那它很特别 它是做饰品类的电子商务 饰品 就像项链啊 或者说首饰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算是蛮Niche的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可见它是一直稳定成长 所以也被纳入了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除了就是投资 投资这档ETF之外 其实你可以去拆解它的成分股 对不对 找到你喜欢的标的股 对没错 再将正当年就是瞄准这一档吗 应该还有别的吧 你应该还有别的口袋名 其实另外一些可能的题材 例如像是有一种比较偏实质收益型的股票型的ETF 就是说有一些公司呢 它除了既有稳定的股息配发之外 它还有做股票的买回 就是买回库藏股 买回库藏股也是把钱还给投资人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一个给投资人收益的一个方式 这种标的 因为明年假设真的是一个震荡 或者是明年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是利率有可能走升 那投资人就会更要求看得到收益 就看得到现金流 那这种有相对股票比较高的股息 或者是它有做库藏股买回 可以让投资人有机会提早部分的实现 它的一个现金流的话 那也会这种情境之下得到投资人的青睐 了解 那明年在升息跟通膨的情境之下 应该也有焦点类的 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可是它其实是逆势有机会的产业吧 就产业来看的话 产业的首选 那我可能会选择金融类股 那金融类股有几个优势 就是前面提到嘛 就毕竟整个景气还在扩张 那所以金融股特别是银行 那可能在贷放部分的需求会提升 假设明年是一个升息年 或者明年后年都是一个升息年的话 那银行在做所谓的房屋的贷放的时候 其实它的利息就有机会越收越高 对没错升息的话 就环境而言的话 其实金融股是相对受惠的 除此之外的话 明年目前看起来就是消费的需求 大概不会太弱 但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分裂出现 所以但整个消费的量 可能还是会维持相对高档 所以像信用卡支付公司 Visa跟Master 其实都是可以去留意 那两家公司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的表现 Mastercard表现更好 那主要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Mastercard就我们的观察 它成为一个更 Total solution的公司了 就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它只是一个支付工具 那怎么样Total solution 就是说因为它会收集到 店家的一个消费资料 或是应该说消费者的 在店家的一个消费的资料 消费的记录 所以它就可以去运用 这些消费记录 去跟它合作的这些店家 提供更多的加值服务 应该叫加值服务 就是说我已经知道 你哪一个产品最好卖 甚至是你可能不需要 做discount就可以卖得动 那我厂家在做定价的时候 就可以去 我可能就这个产品 你就可以不用打 这么深的折扣 它就是变一个大数据公司 大数据的服务商 应该这么讲 对 那Berry帮我们聊一下 通膨这一块的话 你会关注的点可能是什么 就通膨胀来说的话 就是与其你去害怕它 不如去拥抱它吗 这是比较 记忆正面的一个投资的想法 那造成通膨的原因 第一个目前看起来 当然能源价格高涨 原物料价格高涨是主因嘛 所以你在做通膨投资的时候 就不能去忽视掉能源类股 或是原物料类股 它投资的机会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今年很有可能是返生一年 就是说北半球的冬天会很冷 那目前我们也感受到了 就是很久很久没有11月 我需要穿厚的外套 或是厚的袭装 这个冷很突然 很突然 上个礼拜还28度 而且这个礼拜是15度 对 听说现在欧美也是突然的降温 突然的降温 那从过网的经验来说的话 反圣音现象 假设是一个 中度以上强度的反圣音现象的话 当然北半球就会很冷 特别像欧洲跟美国 那欧洲跟美国的冬天 真的是很冷 所以它的取暖需求会很强 那取暖的话 大概就两大块 就是天然气 那天然气不够的时候就是烧油 所以油价基本上 如果真的是寒冬的话 它们还是会有取球面的支撑存在 第二个就是 通常在反圣音现象的时候 那因为发生反圣音现象的时间 北半球是冬天 南半球是夏天 那夏天就是 谷物要采收的时候 那从过往经验来说的话 反圣音现象会让 南半球彭巴草原 就是阿根廷彭巴草原的 降雨量下滑 也就是会有干旱的现象出现 那彭巴草原是很重要的小麦产地 所以假设出现这个情境的话 那小麦的价格就会水涨穿高 那供应链 供应状况所造成的一个价格上涨 所以这是可以去留意的一个 应该说今年冬天 就必须要去留意的一个 可能的潜在变数 就是天候的因素 那假设真的发生欠收的话 那当然啦 就是小麦的价格会上涨嘛 那同一时间呢 就是当农民发现干旱 那就是可收成的东西变少了 那可收成的东西变少之后 必然就会让他希望顾得更好 就是用更全心的呵护他 那所以化学肥料的一个需求 在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也不会太差 所以如果各位真的在新闻上 听到说 可能北美又有极端的寒流出现 或者是欧洲又是酷寒 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可以联想到 是不是反生因现象很严重 再查相关的资料 假设能够验证 真的出现中强度的一个 反生因现象的话 那可以预期的就是 小麦会化学肥料 这两块要密切留意 是 好 帮大家小总结一下 在这种正当年Berry的选股逻辑呢 就是你可以去挑选 如果你还是喜欢成长股的话 他有推荐这个股票代码 是SPGP的ETF 专门是投资一些平价合理的高成长股 那你更积极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去拆解这个ETF 他投资的标的 去里面做功课 挑选自己更喜欢的公司 那另外的话 他是认为这种固定收益的ETF 其实对台湾来说 应该就是这种高值利率公司 也会是很不错的投资标的 因为稳健有安全 而且会有固定的金流回来 那另外在升息的这种题材之下 他首推是金融股 他还特别点名了 这个Mastercard 因为有新的这种大数 已经提升为大数据服务公司 那当然如果升息变成一种全球性的 那台湾的金融类 也是可以关注跟留意的咯 那在通膨的题材之下呢 Berry特别强调 能源、原物料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那台湾相关的厂商 大家也可以留意 那另外今年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反胜因的现象 会造成一些气候的变化 如果真的有这种中高强度的话 小麦、化学、肥料 未来可能会迎来一波行情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那最后我们要请Berry 帮我们补充一下了 就是如果明年 再继续关注美股的细产业上 哪个转变会跟今年很不一样 可能必须要去留意的 应该会是消费族群了 那毕竟消费对美国的整个经济 的贡献非常大 占了大概七成左右的一个贡献量 我目前看到的一些现象是 如果就所得分配来看的话 所得分配状态比较差的就是 中低收入的族群 那在政府的补贴中止之后 那其实大概就九月十月陆续的中止 那政府的补贴 现金补贴中止之后 我们看到中低所得者 他们的可支配所得 或是可以运用的手上之间 其实是快速的下滑 所以会快速的下降 所以相对比较中低端品牌的需求 也许会受到压抑 那但是呢 因为股市在涨 房市也涨到天上去了 什么都很贵 那金融资产都很贵 所以高所得者 有钱人还是很有钱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今年以来 也奢侈品的消费力道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强劲 那再加上说他们供货不及 所以这样的一个消费动能 应该会延续到明年 奢侈品 那明年来看消费市场的话 可能会有两好一坏的一个状态 两好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奢侈品 对 另外一好的话会是 最基础的民生消费品 那就是 例如说卫生纸啊 哦哦卫生纸 哦 或者是 呃 卖食品啊 哦 你总要吃一些东西 总要吃 总要用的东西 对 面包这种 那呃 今年我们已经看到 第三季的财报就已经看到 例如像保检 哦 例如像 呃 金白利克拉克 嗯 这些做民生消费品的 呃 公司的话 都已经 呃 调整了他们的售价 调涨了他们的售价 而且预期明年还会继续调涨 哦 那 因为这些 是 你一定要的嘛 你没有卫生纸 你还是要买 你不可能捡树叶来擦屁股 对 所以 他们就有 呃 调涨的底气存在 是 但是呢 呃 呃 一样是相对比较中价位 或者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产品 但不是必需品的话 呃 也许他明年 呃 受到 这些中低所得者 他们的呃 可资被所得下降 然后他的需求就会 跟着下滑 手上闲钱变少了 对 要从消费主群去找标的的时候 各位可能明年需要去留意的 呃 呃 还有 旅游业吧 对 旅游业 服务 大家也都讲说会转向服务 呃 旅游业也会是 大家蛮关心的一个题材 对 呃 就是说一旦呃 呃 大家有解封的一些讯息出来的话 其实 航空股啊 或是饭店股 通常都会涨 一大波之类的 对 或是涨一些呃 消息面的波段 呃 这是呃 毫无疑问的 那从 旅游行业来看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去 或是投资人可以去留意的 也许是 豪华邮轮 豪华邮 啊 其实豪华邮轮这个行业在疫情当中受到很大的的冲击啊 对 因为有一段时间被说成是培养病 对对对 就是海上漂流的病房 对 三大行呃 邮轮商其实在今年的六七月之后陆续复航 嗯 那之后马上又遇到了呃 新一波的那个Delta疫情的冲击 所以又几乎又停板 对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 在他们发布财报的时候 呃 都有预告 事实上他们的预定量非常大 预定的状况非常良好 也就是说 那这些相对偏高端的消费者 他们已经在家坐不住了 只要能够上传 基本上他们就会 呃 勇于地上传 对 那呃 今年以来其实他们的股价表现 呃 波动蛮大的 呃 例如像 CANIMO 就是 嘉年华集团 嘉年华集团 非常 非常 非常大 对 那在今年三四月大家在炒是不是有机会 呃 富航啊 有机会去做经济解封 让大家可以上传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股价有超前表现 哦 就从年初在二十块涨到三十四块上下 嗯 然后后来疫情爆发 呃 就是Delta疫情再起 那又跌到二十几块 那现在大概二十四块 呃 可是离他的历史高点或是前波高点 还离相当相当远 前波高点大概多少 呃 前波高点的话五十块以上 是耶 那是四块啊 就已经是前波高点腰斩 腰斩 对啊 对对对 所以 假设投资人 有一些更积极的投资想法 希望去 是低价的时候 低价又是转机题材的话 就题材啦 当然 呃 最后会不会实现成 呃 财报真的 财报的活力 但就 题材面来说 它的确具有转机性 而且它又有高价这个 确实以后 之后还有消费力在支撑 消费力要支撑 跟大家总结一下 要注意了 明年终端民众的需求 不会是雨露均沾 它会是良好一坏 对 你要嘛就聚焦集精品 要嘛就是卫生纸这种 你不可缺少 大家都要的 对啊 中间那种的 你可能就要 哦 你一查发现 哦 它主要是做中间那一块的 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是 那聚焦精品台场供应链不少哦 我又要给Berry上课了 像是精品包的代工厂 有一间威宏KY 大家比较少听到 补一下 古号是8442 那它是帮ToMe啊 Kipely啊 LongChain这些品牌 做代工皮包 那还有一个是 富林KY 古号是1341 它是提供Coach跟MK的 那个名牌包的人工皮布 那还有一家 它很妙 它是专门做精品店面装潢 叫红木KY8426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另外我同事 其实有帮我补充一些 最近他们 他们跟厂商联络 然后认为就是在美国 陆陆续续有夯起来的一些精品 一个就是电动自行车 说有这个风潮 从欧洲开始吹到美国去了 那电动自行车 除了巨大跟美利达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一间叫 AESKY 那它主要营收来源 就是两轮电动车的 锂电池模组业务 占它公司营收比重达到八成哦 所以后续是可以关注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要搭配Berry刚刚讲 很强的豪华邮轮 台湾这间东哥游艇 是美国市场第一品牌 Berry你有 东哥游艇 我当然买不起了 据主线记者说 他今年这个东哥游艇的 订单需求就很好 就是有钱人就是这样 就是他不想群聚 然后他又想出去玩 他就买一台游艇 自己出海 然后明年看起来 财报也都还是会很不错 那最后最后 我们要请Berry 帮我们透露一个小秘密 当总结 就是说在美股 明年看起来会是震荡年 今年这么强的时候 你的持股水位 你会抓到什么水准 那如果明年是震荡年 你有没有一个 自己 自己持股水位的评估 现阶段来说的话 当然从现在到年底前 整个美股是 你是怎样看到低就丢进去 看得比较旺 所以整体的持股水位是可以拉比较高 例如说75到80% 就短线到年底前 那当然高档要做相对去减少 护险 然后增加现金 那回档的时候 又可以做一个回补动作 对 要很积极的操作 至于说明年的话 那因为明年比较有可能会是高档增党年 所以平均起来的持股水位 大概不要超过七成 那我个人可能会留比较多的现金 所以我个人来说的话 可能会留 四成 甚至四成五的一个现金水 的部分 也就是说持股的 仓位大概就是50到60%中间 那按照市场的 变化或波动 去做一个 调整 市场有几叠 那可能我会加仓到比较满 但是 涨上去之后 也许我会做 比较大的一个肩马的动作 那整个 思考的逻辑可能会跟今年不太一样 对 所以明年的操作 你可能要谨慎 而且要动作要快一点 是 不是放在那不管 今天非常谢谢Barry 百忙之中 他真的是临时被我抓到一个 时间就硬拗来录音了 那也提供非常有帮助 就是 短线看到年底 我们可以看多 但明年整年的话 可能是个震荡年 但不会到反转 所以大家挑股票的时候 他的心法就是 金融一定是他的首选 或者是你可以选一些股价 平价合理的ETF 那挑选他里头成分股 来当自己的一个选股方法 那再来的话 就是要留意那个消费 美国人民在消费这一块的 想法的转变 那良好与坏的这个策略 就高价跟急民生必需 就会是你关注的标准了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Barry 谢谢大家 那另外还是要补充一下 因为美股在我们团队 都还是菜鸟阶段 我就要拜托大家多留言 给我们提供意见 让我们可以在摸索中 逐步的成长 那短期内可能我们还是没办法 每一集都请到Barry 就是没办法每集都有美股啦 所以喜欢美股的人就多多见谅了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最喜欢的回复留言时间 这礼拜的留言真的再度又是不错的量耶 可能就是很多人看到我们有一些黑粉攻击之后 就赶快上来给我们鼓励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铁粉的支持喔 那说真的 我个人对于就是黑粉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因为你每一个每一个东西就算是 就算是冰淇淋都会有人喜欢吃 有人不喜欢吃 那你怎么能够期望你做的每一个东西 就是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要喜欢你呢 那当然就是喜欢的人就可以留下来 那不喜欢的人就是我们就pass吧 就是你也可以pass我们 就是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频道就没有感觉的话 那其实就pass我们就好了 我们大家就互相不要 不要干扰对方的生活 那喜欢我们的人 这礼拜又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喔 像就是有一个大波罗 他就说感谢分享五星推推 然后还有这个cookie bean 他的名字也好可爱喔 然后他是说他是上班通勤的时候都必听喔 因为他觉得我们可以把很硬的节目 用很简单的方式呈现 那他喜欢轻松一点的气氛 对我们其实有时候有点震惊 我们真的也在努力想办法 要看怎么样转型成这种聊天型的podcaster 很难 那他另外的话就是 这个让J又在鼓励大家要帮我 就是请大家把留言刷起来 让我们这个环境充满了正能量 这真的很重要耶 因为每天工作已经超级无敌累了 如果还很多负能量的话 你真的会很不开心喔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你要记得不是说一直抱怨 你就会开心起来 而是你要不断去找开心的事 然后想一些开心的事 其实你才会开心的起来 那另外还有这位武迪艾伦 他就说我们是多元尝试 而且最用心的频道 而且每个礼拜他就是 一周都会上来两次 就把我们两集认真听完 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 LSLFDJ 他也是几乎是周周都留 那他也是针对我们黑粉的事情 给我们鼓励跟安慰 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 那这一集尝试了美股 很需要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啦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方向 那也需要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支持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